2023 台湾设计展首次在新北市举办 其中府中美学示范基地 是台湾设计展的重要响应展区 副市长刘慧然表示 整合的经发局、文化局、市场处 以及府中商圈等跨单位资源 在府中推出为期将近一个月的 府中奇幻城系列活动 包括了奇幻魔镜、奇幻列车 奇幻密室、花花世界四大主题 今年会是最大规模的府中万圣节活动 场地和活动时间在扩大 从中山路一路延伸到北斧中广场 周周都有好吃、好玩、有趣的活动 欢迎大家细办同乐 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系列活动 结合了我们原本的好世界 我们原本的万圣节 整合以外我们就把其他局处一起加进来 特别谢谢商圈全部的加入 所以从明天开始 其实在文化局今天就有奇幻魔镜 我们就已经开始来处理 四大主题六个活动 配合我们所有局处的早期的系列活动 我们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这一次是因为我们府中双城 在这段时间大家的努力下 我们府中双城让整个新北市 在市政府所在地附近 就有一个非常棒 可以从传统到现代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段时间 我们也设计了很多活动 希望把商圈整个再活络起来 所以这一次的好世界的举办 我们也特别邀了临近县市一起来参与 所以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10月29号 我们的万圣节的整个 整个所谓的打扮 我们整个系列活动会持续来进行 那我们是什么颜色 这个是什么 是什么颜色 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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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面的英文字母哪边有橘色的 哪一个是橘色的 是哪里呢 右边还有喔 右边还有 有像一样的颜色 橘有很多种 有深橘淡橘啊 对不对 好来 你们觉得 有请刘副指导带领小朋友 我发现我不要挡到他们 好 T T 沒錯 橘色 那小朋友知道 老虎的英文怎么说吗 掌声鼓勵鼓勵 好棒喔 再讲一遍 Icon 现场刘后然和幼儿园的小朋友 也玩起了实境解谜 从图片中找出对应的英文字母 经过一番努力 终于解出是万圣节的关键字Trick 打开宝箱得到奇幻列车车票 刘侯然表示 这次系列活动也有户外的密室逃脱游戏 名额有限 想要玩的要赶快报名 那这次我们在设计里面比较特别就是密室逃脱 那密室逃脱当时在规划的时候 因为很多的小朋友也好大朋友也好都很喜欢参与 那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两类 因为难度不太一样 那我们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很顺利的很开心的离开 所以我们有亲子版跟成人版 那这个部分如果以我个人来讲 我自己是很想体验 可是因为名额有限 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朋友 赶快报名 来参加我们这次的系列活动 那我们29区也会配合这次的设计展 把相关的响宴活动一次推出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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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五中期完成 展开你的冒险旅程 另外系列活动中的新北好市节 在10月21号和22号登场 一次集结新北市场美食和夜市小吃等在地好滋味 让大家从早吃到晚 更推出线上抢购99元好市消费券 限量600份 而府中搞什么鬼 则是在10月28号到29号压轴在线 除了有搞怪市集 DIY体验 讨堂活动以外 今年以奇幻变装组和同去亲子组变装主题 嗨翻府中 前100组报道还可以获得600元的商圈礼券 冠军最高分别可以获得5万元和2万元 奖项总金额高达26万元 各项活动报名资讯 请恰来去新北金发局 以及来新北逛菜市 脸书粉丝专页 以及2023新北好市生活学查询 记者赵石渊 新北采访报道